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发的菜园子 转眼又到2023新的一年 在此多谢各位新老朋友们的好爱与支持 同时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满园子有吃不完的菜 冬天已经过去了 春天已翘能来临 现在我们温哥华的最低气温在两三度 最高气温在八九度 这时的菜园子最适宜播种什么菜呢 事不宜迟我马上给您展示一下 我今天播种了什么菜 第一就是大蒜苗 播种大蒜之前先生番土地 可以撩播也可以悬播 然后施加有机肥和复活肥助底肥 然后按间距大概十厘米左右 直插在土里 我们今天播种的大蒜只能够吃大蒜苗了 如果要想收获大蒜桃的话 现在播种太迟了 大蒜熟耐寒杏蔬菜吸奶凉的气候 幼苗能耐零下10-20摄氏度的低温 总之能在五度左右就可以萌芽 但是发芽比较氛慢 播种好了之后再浇套水 大概需要三至四个星期左右才能出苗了 第二好难道 他说半嫩寒杏蔬菜吸奶凉的气候不耐热 播种之前一定要先生番土地 可以采用撩播也可以采用悬播 在一块土地上最好好像我这样采用双行播种 足距大概在20厘米左右 需先施加富豪肥做底肥 然后每一个洞穴里面放两粒稻种就好了 然后用自己堆制的有机肥营养土覆盖起来 这种有机肥也是最好的底肥 输松肥沃淘气 有利于出苗以及幼苗的成长 总之发芽的起实温度在三至五度 现在播种大概也需要三至四个星期在那个发芽出苗了 第三同喝 它也是属于半嫩寒杏蔬菜吸奶凉的气候不耐热 为了节省土地空间 我就定用刚才播种河南道的中间空地 用来播种接下来的几个品种 这些种子都是我自己留下来的 就这样将种子杀播在土里 杀多一点也没关系 因为同好是拿来移栽的 现在只不过暂时播种在这里育苗而已 第四香麦菜 因为它有特殊的香味 很多人都喜欢吃 它也是属于半嫩寒杏蔬菜 先播种等苗出好之后再移栽 第五就是山菜 它的温度要求不高 相对来说喜欢冷凉的气候 要想喝的高产自优的山菜 最好也是先播种育苗 然后再移栽 第六窝松 它也是比较喜欢冷凉的气候 也需要先播种 然后再移栽 第七香芹 洗冷凉的气候 抗寒来的强 种子发芽的最低温度在40摄氏度 需先播种育苗 然后再移栽 撒好了这些种子之后 然后用有机会营养土将它覆盖起来 然后再浇套水 种好了这一块土地之后 然后我在旁边又种多一块土地 这一片土地是拿来直播的 先撒上富豪肥做底肥 然后我就要来种香菜咯 它属于半耐寒像蔬菜 吸奶凉的气候 然后就直接将香菜种子 撒布在土地 一般是采用直播 然后见苗吃 所以播种时 最好采取撩播方式 接下来我要播种的是 最耐寒的一种绿叶蔬菜了 它就是播菜在冬季能耐零下10多摄氏度的低温 种子在4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发芽 可以直播 也可以移栽 撒好了种子之后 最好用有机肥泥土将它覆盖起来 然后浇套水 最后要种的就是萝卜了 它熟半耐寒性蔬菜 抗寒能力较强 播种之前一定要生番土地 并且要将土中的小石头之类的东西封剪出来 一般采取悬泊的方式 间距大概在20厘米左右 先在土地刷上含淡点钾的富豪肥做底肥 然后在每一个空里面刷上两三滴种子 之后用自己堆制的有机肥营养土覆盖起来 这也是最好的底肥 之后浇套水 由于现在的温度还较低 为了使种子能尽快地发芽 我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就是用薄末将它覆盖起来 这样既简单方便又保暖 可以说是播种育苗的好帮手 好硬不贵 真的实惠 以上就是我今天播种的10种蔬菜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话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最后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